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截至1月25号 医院感染病科共收治了115例疑似和确诊患者 其中14名确诊患者全部来自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过程中被感染的医护人员 那么在这场与新型冠状病毒的遭遇战当中 医务工作者是冲锋在前的战士 病毒出现的初期对其了解不足 加上长时间高负荷的工作 与患者密切接触的多位武汉医护工作人员被感染 他们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接下来要跟随记者走进医院 探望他们的最新情况 现在我们手上拿的就是我们拿的各地方护医 待会我们首先要进行环装 然后再进去 先穿一条腿 每一道的话我们都要用手机把手削个多 先你们把口罩换一下 踩着那个封闭似的 不要用不着有出气的那种 每一道流程都要消 两个鞋套 鞋套再两个 这以后有一个胶部我这里沾上了 那都可以整个的这样都完全放火了 现在呢我已经是把整套的这样一个隔离防火壶已经是穿上了 你看现在穿上不到五分钟 我整个面部的这个哈气就已经让我看不到外面的这样一个样子了 那要跟大家做个解释的是 我现在穿的这个是按照我要进入病区的这样一个装备来进行的这样一个穿着 那如果是我不进到这个病区的就像我旁边这个下雨长一样 这是我们医护人员在这个病区之外 他们穿的就是这种普通的隔离衣 叫隔离衣 所以说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那待会呢我们将进到里面进行仔细的探访 现在呢是在武汉协和医院的感染病科 那在这一家医院是共收治了一百一十五例疑似和确诊患者 那在我们这样一个病区呢是共收治了十四名确诊的患者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十四名患者是在整个抗击新冠状病毒的过程中所受感染的医护人员 我们基本上每一个病人的这个微信电话我们都保留 每天跟他沟通这样更方便 我把视频电话拨开 病人在一号房间 看到到吗 你看得到我吗 你好 我们来看访一下您 谢谢谢谢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现在我感觉还比较不错 家人知道吗 给我家人说了我家人都知道 能不能那个通过这个跟家人再交代一句 也让观众知道一下 我现在觉得我的身体动画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现在呢也不发烧 合作也很少 然后吃到也还好 精神状态还比较不错 我觉得这个病毒肯定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好掉的 大家都不要特别惊慌 你能不能用你的那个微信给我们看看展示一下你的这样一个病房长什么样子 你要看一下病房啊 对对对 你给我们看一下病房 这边就是我住的这个床 因为我刚才没有整理 不好意思 不要紧张 这些我们吃的东西都是护士给我们送进来的 然后我们都不出去 只是下床在床边稍微活动一下子 我们这个房间里面并且还有这个空气消毒机 它是24小时一直持续工作的 所以说在整个房间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同事 我们两个症状相对来说 相似 轻一些 然后我们两个在一个房间 这是我同事 但是他因为他没有告诉他家里的人 所以说就不要采访他 好的 那就不漏太了 好吗 他人担心 对 嗯 这个床头上面来挡个招 好 我带着门口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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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没问题 没有问题 还好 谢谢 谢谢 加油 可以 你还可以的 OK 让他们早日康复